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7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乳癌处理教学系列 还有运动篇 我们先做个运动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老师的乳癌处理 下面为您们分享腿部的练习 三角式 两脚分开 吸气 右脚转90度 呼气 转为骨收肋骨 臀肌收紧 身体倒向右侧 周关节这个三角形 另外一个手向上伸展 感受五个呼吸 体会脚上了骨头均匀的踩地 体会膝盖肌肉上提 体会臀肌收紧 体会肋骨内收 吸气 手向上 呼气 放松 换反面 左脚转 吸气 呼气 身体侧弯 圆围骨收肋骨 另外一个手腕上伸 感受五个呼吸 体会双腿的肌肉收紧 臀肌收紧 吸气 手向上 呼气 放松 右转 身体摆正 胯摆正 双手插药 身体向右扭转 身体向右扭转 保持五个呼吸 一个手可以放强 吸气 手向上 呼气 换反面 双手插药 胯摆正 吸气 呼气 向前 然后扭转 保持五个呼吸 吸气 也会脊柱是一个五线 臀肌收紧 圆围骨 收肋骨 吸气 双手向上 呼气 放松 侧脚伸展示 让脚分开 吸气 右脚转 转90度 呼气 弯曲 膝盖 身体 侧弯 圆围骨 收肋骨 齿骨 上提 保持五个呼吸 左手 飘出来 吸气 手向上 呼气 放松 换反面 吸气 呼气 反去膝盖 身体 侧弯 肢骨上提 臀肌收紧 右手飘出来 脚上的骨头 均匀的踩地 吸气 手向上 呼气 放松 两个手 插药 吸气 呼气 转胃骨 收肋骨 臀肌收紧 再往前折叠 保持五个呼吸 双腿 肌肉上提 每个脚上的骨头 均匀的踩地 吸气 吸气 双手向上 呼气 放松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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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 呼气 折叠 圆围骨收肋骨 膝盖肌肉上提 脚上的骨头均匀的踩地 保持五个呼吸 吸气 回 呼气 翻面 吸气 双手向上 呼气 放松 每个手扶墙 每个手抱膝盖 吸气 呼气 收肋骨 圆围骨 吞肌收紧 下巴去找膝盖 五个呼吸 吸气 双手向上 呼气 放松 换反面 每个手扶墙 每个手抱膝盖 吸气 呼气 圆围骨 收肋骨 五个呼吸 吸气 双手向上 呼气 放松 六个手扶墙 旁边 转围骨 收肋骨 吸气 双手向上 呼气 放松 六个手扶墙 吸气 呼气 转围骨 收肋骨 吞肌收紧 肋骨后退 五个呼吸 呼气 吸气 双手向上 呼气 放松 手扶墙 爪脚 呼气 绝围骨 呼气 绝围骨 保持五个呼吸 绝围骨 收肋骨 吸气 双手向上 呼气 放松 换 吸气 双手扎墙 呼气 绝围骨 呼气 绝围骨 呼气 绝围骨 吸气 收肋骨 呼气 放松 舒适 左脚踩地 右脚放大腿内侧 手插腰 收肋骨 卷为骨齿骨上提 五个呼吸 肩胛骨向前包 脚上的骨头均匀的踩地 吸气 手向上 鼓气 放松 换了反面 右手扶腔 吸气 呼气 收肋骨 卷为骨 肢骨上提 腿上的肌肉有劲 脚上的骨头均匀的踩地 五个呼吸 吸气 手向上 呼气 放松 换椅式 当脚并拢 卷肋骨 收肋骨 后背是拖圆 双手合十 五个呼吸 吸气 吸气 手向上 呼气 放松 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后边脚后跟可以竖起来 跨白正 双手插腰 收肋骨 卷为骨 尺骨上提 吞起收紧 五个呼吸 吸气 收向上 呼气 放松 换翻面 跨白正 跨白正 换尾骨 收肋骨 五个呼吸 吸气 收向上 呼气 放松 右脚 右脚转90度 吸气 呼气 弯曲右膝盖 收肋骨 卷尾骨 尺骨 上提 双手往旁边 五个呼吸 也请可以看右手 吸气 吸气 收向上 呼气 换翻面 吸气 呼气 弯曲 坐膝盖 收肋骨 卷尾骨 吞起收紧 收身平 五个呼吸 吸气 吸气 手向上 呼气 放松 辛苦了 7月发现有 11月开始快速变大 12月发现有 超过 也就是差不多五个月 从7月到11月五个月 那时候有硬块 很小 那就是 那你有硬块的时候 慢慢变大的时候 你也没有处理 对 因为还没有时间去处理 你那时候也没有去看医生 那都没有 都没有 那你不怕吗 因为就是应该说想方法 尽量不要用西医的方式 他就是家里他们会下去 对 上礼拜有去看中国医那边 看什么 中国医那个 中国医药学院 中国医药学院也是西医的 对 你爆掉在看他的时候 他现在处理方法是怎样 现在还在做检查 爆掉之后还在做检查 对 就是下礼拜一会去做 西医扫描跟那个切片 然后礼拜四会做那个骨质的扫描 看有没有转移 是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检查 为什么 因为家里已经就不太关心了 因为我看他已经很严重 严重了 对 也会想多数检查一下看看 对 一般是这样 我们就只说 你现在如果已经爆掉 那所有的检查 唯一一个目的 不是就手术就是化疗 一定是这样 检查出来就是这样 也就是你所有的检查 就是为了下一步铺路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你心理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吧 还是只有检查看看 要先检查 然后后续的在看怎么处理 因为我 我自己本身是比较相信身体是有一个 治愈律程 就是他会启动身体的修复力存在 只是我可能还没找到那个方法 但是刚好 在这一阵子有人介绍我来 让我们去看原始点 对 对 那你发现的一粒的时候是差不多大力 当时候摸到硬块才会多大 大概是一个可能2.5公分的吧 一个手指头 差不多这样 差不多 差不多 摸到 那如果摸到是这样大不大 不到 早上我们看到的那个也比他大 他是这样的 那早上那一个已经好几年了 他说有10年好像有 12年 12年 对 他有提到12年 他没有爆掉 他一直存在 那存在他本身有处理 就是自己爱 自己爱 所以他可能刚开始跟你一样的想法 就是用自己 那你是早气功 但这里都没有处理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 你不知道要处理 很显然从他叙述就是 做气功不足以让这个 因为他是局部 要让这里做消其实不容易 局部还是我认为还是要处理 那做气功可以改善体质 不是负面的 是正面的也对 但改善体质到局部来不容易 不容易恢复 那有硬结肿块其实是很容易处理 刚开始不要爆是比较好处理 但我们说的你不处理 有时候会迅速的 有些人是拖好几年也没有爆 那有些人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爆掉 对 是这样 那你有没有注意 他要爆掉之前 他有越来越大 对 对不对 对 那你那时候也不紧张吗 那时候会紧张啊 所以才赶快就是 早餐有没有一些方法去调 但是你找到原始点的时候 已经爆掉 是吧 对 他已经有多足之力 那他这个照理 如果有硬结肿块 他的处理方法 只要在那个硬结肿块周围 找痛点 他按一按 他会肿胀疼痛 然后慢慢会松软 然后慢慢会变小 甚至消失 都有可能 那你现在就是你来找原始点 又做检查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就是 检查完 其实也不是说下一步 因为已经蛮严重 可能已经有心理准备 要手术跟化疗了 对吧 那是不想 如果不想 可以不要重处 那是最好 那我是跟他讲说 一定要去看一下 不然因为已经这么做到 而且每天都要留学 也有那个准处 好 我等一下会看 其实以我 以我之见 如果已经这么大 而且爆掉又流很多血 我不知道 是不是已经影响你的体力 你体力有没有感觉比较虚 或无力 是刚好上礼拜天 血流比较多 对 就开始有了 就是因为血流 血流比较多 就是有晕眩撞到 以原始点的角度吧 原始点它本身也是症状 我先讲述 一般刚开始有硬结肿坏 体力不会影响 只是这里局部会变化很快速 那时候我相信你还是工作什么都没问题 对吧 所以这时候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那这个如果以这样来看 还不到重症 在我看法肿瘀不是很严重 以原始点角度吧 但一旦到爆掉 我就简单讲以后你们看到爆掉 就不用再要怎么变 就是直接判定重症 原始点是这样 没有爆掉之前只有硬结肿坏 它体力不会受影响 所以那时候是在属于轻症的 那原始点就是说 影响到体力的时候就叫重症 有体力你就可以活得很久 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治疗 我知道你一定要想活 对吧 你如果真的不会死人 假设 那流血也不会死人 你如果有人说癌肿瘤 包括乳癌爆掉不会死人 我相信你们连检查 都不会想去检查 对吧 甚至你就脱吧 对不对 反正也不死人 那其实爆掉就是重症 重症就是会影响体力啊 这个是我担心的 其实我不怕这个肿瘤的 大小 然后它要癒合的过程中要按推 我也必须要跟你讲 按推的过程中会流血 那血如果你体力不够 你又热能补充不够的话 那确实处理 有时候体力会越来越弱 所以到了这个结股炎 你要找西医我也不反对 你要用原始点我也同意 但是你要评估 你流太多血之后 补充不过来 所以就会影响体力 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还要借助西医输血 输完血再来处理 这是一个处理的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西医直接处理 那他们怎么处理 不过来就是手术跟化疗 这两图啦 应该你们之所以会做检查 就是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去的 其实想开的就是这样 也不用避讳地讲 但西医也是一个最大问题 它将来要面临到的 不是你癌肿瘤不见了或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你体力会变得急速下降 而且跟你现在的体力下降 它的速度可能还会来得更快 这个你们也稍微做一个评估一下 那最后死不是死在癌肿瘤 所以我认为癌肿瘤 它本身就是我不会死的 但最后会人会死 大部分都死在怎么样 原始点讲是热能 热能是一个动力 呃呃呈现在外的 就是一种体力 也就是人到最后 面临到生死就是 你没有体力 你就很难活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症状 老了啊没有体力也会怎么样 也会挂掉 人一定会走到这样 那你因为有一个伤口一直在流行 它也会慢慢的 如果你补充不够 也会也会体力急速下降 所以我说不是癌肿瘤怎么处理 而是最后结胜负是在体力 好那既然是体力 原始点它是不做侵入性的 也就是不破坏你 它就是强调你要喝姜粉 等一下你在做之前你要先补充姜粉 就是再补充热能 然后气功照做 那个对体力有帮助都可以照做 然后体力够流出去的时候 它身体如果能靠身体补充够 如果大致没有问题 如果能够维持在一个平衡 那就恭喜你 就是它伤口慢慢也会修复 但如果没有 你自己会感觉得到体力会越来越差 也就简单的讲 看好转以恶化 不是看它的大小 或有什么变化 这个还不准 因为我们之所以要找医生 最重要是为了活命 如果肿瘤不会死 没有人会怕 大多人很少人会去找西医做化疗跟手术 为什么 手术其实也不好受嘛 对不对 然后化疗本身是毒药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然后化疗的过程中很痛苦怎么样 那个书本上都有写 我相信你也听过所以你会拒绝它 那问题就是好转以恶化看体力 在我的看法 去接触西医从果治病的话 一般过程中都会很痛 然后体力会急速下降 我刚刚就是在提醒你这一点 所以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说是最完善 最完善就是即便像原始点那么保守 就是其实它的观点就像你刚刚提的 人体本来就有制衣力修复力 它会 它可以修复 但你要修复你一定要有体力啊 你没有体力你怎么修复 甚至它还会恶化 你看糖尿病患者 他只要有一个伤口 照理我们一般人有伤口 他都会怎么样 自己修复 这就对了 但糖尿病的伤口 它却不是自我修复 它是越来越烂 越来越大 甚至到严重要节肢 有没有 那代表怎么样 人体有时候是 超过它的修复能力 它不但不会修复 还会怎么样恶化 我再提醒的就是这样 那所以人不能修复 我简单讲就是体力 那如果体力越来越差 就是恶化 这样来判断你很容易知道 你现在是好转还是恶化 因为你已经爆掉 所以现在为今之计 不管你要选择西医或原始点 你先把体力高好 然后喝姜本尼 即便你去西医 我看喝姜本尼也少不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它没有破坏性 做气功也没有破坏性 所以这些都是原始点喜欢的 所以你来也没有什么破坏性 但要懂得处理 那也把你的病也说分析 也就是你的病 如果原始点的角度 应该算是重症 然后又影响体力 有影响体力就是对生命怎么样 有威胁性 所以你们才会去急着 要去找西医检查 但检查结果又如何 它不会好 重点在处理 我告诉你真的 你检查出来又如何 它说你已经转移骨头 或没有转移 就是在讲那些而已 那转移骨头 处理方式还是这样 最后没有体力就会挂 那西医是要把癌肿瘤 或是怎么样让它消灭掉 这一点可能想太偏真了 我认为这个杀没有意义 但是起码如果说 它能够把你伤口 因为你已经在检查 我相信它结束 就伤口能够把你弄清干净 说不定了你手术 它要先化痧 然后变小 它才评估要不要进一步手术 那这个过程中确实蛮艰辛的 那原始点是就是强调的 它不是用外力来 它是帮助你就是按推 让它舒缓循环变好 然后让你体力恢复 让你自我修复 两个不一样的路 所以当你最后选择什么都OK啦 那在这个按推的过程中 我必须要讲它会流血 如果你热能不够 你会感觉体力越来越差的时候 有时候越按推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 有些人就会去找西医素学 我刚刚讲的 那素学完 他还是不愿意走西医那一条路 他体力会 他有些又会过来按推 这样慢慢找出一个平衡点 或许也是一条路 所以你的处理方式就是 最佳的状况就是原始点处理 然后你体力也够 不用梳血 然后慢慢身体又可以修复 这是上上侧 中侧就是用延时点 然后修复 因为它没有什么破坏性 然后如果血不够 去给西医梳血 但西医可能不会劳过你 理由很简单 你去要梳血 他一定说 你这个一定还是要做手术化的 所以你到第二个阶段 只要去找西医 又要面临这个问题 那你就心里要有准备 要不要 或是只有梳血就回来 如果有一些西医好一点 他梳血还是不放你回来 那有些西医就把你留住 那加上你们有紧张 他一定会说服你们做下一步 了解了 那如果你们不做原始点也OK 就是直接找西医 这样也是一条路 所以这三条路 我刚刚已经都帮你们分析 你有这样讲你清楚了吗 有疑惑吗 没有 都没有了 这里因为面积大 有没有 整个顶进去 所以用双手 这里固定 因为它上面伤口 我就尽量保持比较下面一点 然后用身体顶进去 我是用两个顽骨还是一个 可是用两个 两个都有力量 两个都痛嘛 我现在贴住你的都痛 对不对 这里痛不痛 这里比较去活 这里就没有那么痛 对 会喔 所以还是会痛 这里有痛了对不对 对 记得都是弓肩布 然后用身体 痛不痛 这里还好 这里还好 那就确定这里没问题 这里它伤口 切 然后切的看看 这样呢 这样还好 这样还好 切的没啥力 这个拇指更不用说了 更没力 所以站都不考虑 这样呢 这样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 好 那这里其实 这样看来也不是那么严重 嗯 这里呢 这里没那么痛 没有那么痛 对 那就确定从这里开始了 嗯 这里就痛了对不对 对 那就确定了 好 那就是从这一天 到这里 才是主因 体伤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 按法 我已经示范 要用身体弓箭部 直接顶进去 但是 那个乳渊下方也有痛点 我跟你讲 像这样就不用长了 因为它这里都是伤口 对 不要费力气 这时候它把它当作伤口 不要在伤口上 按压 那这些痛点处理好 它有修复了 如果有这样看得出来 我们再来找 一步一步来 但第一步先把根部的痛点 先找出来 先还是要摸 这里都硬了 我现在摸的这四周都已经硬了 所以上面也不用摸了 真正痛点一般是在这里 而不是在上面 所以这里不能挤压 也不要因为这样而挤压 我们不是要挤压乳癌 让它阻止衣跑出来 我们是要找痛点 好 那这个够大了 怎么办 就像你那 整个扶住 这个是用扶住 不是这样 这样就会晃 这就扶住了 然后这个 我慢慢帮它找 这里痛不痛 这里微微的痛 这里有微微的痛 这里痛不痛 这里痛不痛 这里稍微 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的手法 我是用这里 因为我这里顶到它那里了 我没办法 所以正常是要这样顶 但是我被这里阻碍了 我改变个姿势 你们看 有没有 我这样 用仪剂 这里痛不痛 一点点痛 这样我就不会喷到它那里 对 然后紧贴的 它也蛮舒服的 所以 有时候还是要看情况 而做变化 有一点点痛 对 对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 好像还好 这里还好 这里呢 这里 这里 一点点而已 我已经顶进去了 有没有 我是这样顶 看出来 好 然后我这里把它固定 所以一般都在我的掌握中 一点点痛 对不对 没有那么痛 好 这里痛不痛 那里会比较痛 这里比较痛 对 好如果我用这样的手法 你看看 这里是不是也痛 好 这里有一些些痛 可见哦 这里的手的力量 嗯 不够 嗯 这样的力量 才能近一点 这里比较痛 对 对 有没有 用工具很重要 嗯 这里要注意 等一下我怕 按一按就流出组织液 嗯 可能要 哦这样好 好 好 这里痛不痛 这里比刚刚痛是吗 对 那痛点在这里 所以这里是 才是要处理处理的重点 上面这里都不痛对不对 上面就不会 因为它这里硬 硬结肿块本身是不痛 反而是在根部 对下面 下面就痛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根部找 然后扶住 有没有 对 所以这里比刚刚那几点都还要痛 对不对 这里会痛 这里也痛 很痛 对 你这样能不能承受 这样可以 可以好就是以承受 记得不是要让它很痛 因为很痛它会消耗热能 尤其已经大了 我认为必多一力 就是有痛 然后又能承受 它这里有一个问题 都在放 它已经抵消很多力量 它没有顶住 它的力量跟我不一样对不对 对 这比较集中 集中 集中 然后会甚至更深沉 这样可以hold住啊 这样你才能顶 我知道了 这里就不会放动啊 它这里切就不一定要切 因为下面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看 我这样好很多 对 但如果 右手比较有力 你们可以一手也可以 两手也可以 但如果两手一手感觉没有力的话 检查一次 最好再用右手再补 补检查一次 这样会比较容易 那好 这样检查出来痛点也出来了 然后塗姜粉泥 要多少时间 这个很重要 我告诉各位 这个乳癌不要太久 太久它受不了 然后它 因为每一个都是找它的痛点 我的建议是20分到30分 我的建议啊 因为也累积了很多经验之后 我的感觉 患者 他今天是没有流很多血 所以他体力还OK 万一你们遇到的患者 他一挤就开始一直流血 不断流血 我觉得不要太久 一般如果有流血 最好控制在20分左右 那像没有流血 你30分也没关系 甚至到40分 我认为都OK 像这没有什么流血 那一般 所以我才说 一般平均差不多是在半个小时 但也要看情况 如果一直流血 只知意的话 那就缩短时间 如果没有 你可以试情况 再把时间稍微延长 这样就符合了 就是这样做的目的 都是考量患者 能否承受 其实是没有原则 但是我这样观察 因为你只要按超过一个小时 尤其流过血的 患者很累 甚至下一次累到都不想来 所以时间不宜太长 整个动作 你看 你这里就差不多 20到30分钟 那你们再想想看 包括背部的涂浆粉 这样一搞下来 就一个小时有了 对不对 然后甚至让他推完 还要让他休息 一般都是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这样他也能忍受 如果你们这样推得太久 时间拉得太长 然后他在基金会 又时间太长 对他不是好处 那如果很虚的话 更虚 也就是我们说走者 还有分 显向一线 甚至到命违 来就很虚了 那那个有时候 连20分钟都不行 我上次看一个就是口腔癌 来的时候他已经烂到里面了 你从外表就可以看到里面去 穿动 那他吸已经放弃了 然后来基金会 他知道已经死路一条 他自己也知道 然后来基金会志工还问我说 那张医师我们应该怎么推 我说这个不需要推 你推干嘛 已经都烂成一个孤窿了 你推什么 这时候热远 然后他连做都做不住 比如说三五分钟他就向倾倒 那我志工帮他涂姜的名之后 然后涂完他就能够做 差不多15分到20分钟 你看三五分钟一下子拉长 所以他以为他会啊 他还是有幻想 但我给他的都很保守 我认为可能 我说人要做最快打算 一般我讲这一句话就是 反正看着办 那他就是给志工这样做 其实有一段时间 竟然体力越来越好 所以他越来越觉得他可以活 但是因为遇到疫情 他感染很急速的体力下降就过来 很快就过来 就像他说很快的变化就突然间办 所以到最后你看那么多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最后会不会活 其实根本不是这个 是他体力有没有影响到 那体力如果他能承受 我们所有的做的一切都是考量他体力 也就不要让他伤到 然后还可以让他恢复 让他体力慢慢会 这是最保守的 目前医学没有比我们更保守 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侵入性 也就不会挤压到他痛得死去不来 不干这种事就是以他能承受 然后时间我们又严格规范 这样保护患者也保护志工 那一般我们以30分钟做急诊 如果他没有留很多体力还可以 你评估可以 差不多就可以30分 甚至40分还没有问题 但留了很多的话 不要太早 就差不多20到30分钟就结束了 这样然后开始用灯罩 因为他留了很多伤口可能爆胎 不是像这种爆 整个开花这样 那你用热影再照 然后周围是涂浆的 让他热影进去 大概整个处理方式是这样 还有有的那个乳癌的 他叫他用那个盖神的那吹风机吹 他说晚上都会吹不着 因为声音太大了 太大 其实如果以这样灯罩也可以 有些是眼龙外线 他睡觉的时候 然后眼龙外线灯罩 或是电热器就摆在他旁边 顶多就是这样 那就可以减少那些风的声音 变化一下 就是因为每个 有些患者他不怕声音的 那就像你说的 有些患者他不喜欢声音那么大 那我们就变化一个方式 那周边的涂浆一定要 那这样热炎就可以源源不算 然后白天就是一般处理两次 三次三次也没关系 但是我考量 一般患者能处理两次 已经算不错 因为他来基金会也顶多处理一次 回去他不可能处理 在境地什么都不是很好 我还目前没有找出说 一个热可以这样 但起码有照跟没照 还是有照 就这样 你们有没有想想看 我们不外就是眼龙外线电热器 这一类的 所以有时候你们看 如果他不好用 就用全国电子那一类的什么电热器啊 摆在他周围 让他这里觉得温暖 周围温暖其实就可以 过过过过 先不用那么多干了再用 所以像如果我在家自己做也是躺着会比较 躺着比较好做 这样是不是有一点痛 对 因为为什么 刚刚推不大痛 我这样 因为有姜粉泥 我可以借助姜粉泥的力量 进去 然后甚至滑下来 有感觉痛了 一点点 一点点 好 这样就够了 这样拨过去 有没有 像我们揉背部 这样 拿住之后推过去 有感觉齁 对 都有痛点 很痛 很痛齁 啊这样能承受吗 可以 可以对不对 我习惯这样往外拨 就是这样力量就可以出去 然后两个都可以用到 这里更痛 这里更痛 好 但是它还蛮硬的呢 很硬啊 它很硬啊 但是硬的我们不管 这里只要揉松了 上面就会软化 痛对不对 对 这里也痛 可以说得了 可以 好 这里也痛 好 这里也痛 我我我已经看到你们看 中间那个组织已经开始 开始在蠢蠢欲动 这里比较没有那么痛对不对 对 好那这样还是这半圈就好 都有痛喔 对 这样舒服吗 又痛又舒服吗 还是都是痛而已 有痛又舒服 它这样有顶进去对不对 对 你看 你看就知道 因为它是整个身体顶进去 你如果这样 再往下拨 就像我 对对对 有点往下 它拨出去 这样力量是不是更大一点 对 来 你手喔 下来 然后往 往这里起来 不是 不是过去 来 过来 然后我帮你抓手 是这样 有没有 是下面再出力 把你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这样力量是不是比较大 对喔 有看到喔 不能这样直线出去 这样两块才能够用到 对对对 有一点往外拨 两块 鱼记跟网骨 那个两个都要顶住 这样都要拨大 然后都在根部里面拨大 如果这样直直的 一个在下面一个上面 你们只用一半的力量 没有全部顶进去 你那个手指头来 我都要帮你牵一次 来 下来 来 推推推推推推 好 来 再来 推推推推推 推推推 喔 这样就出来了 你看 牵 牵几次就会了 牵一次还不会 牵第二次就比较好了 欸 对对对 这样就出来了 这样两个网骨都可以用了 所以我们推的时间你看 也不止半个小时 你看这个软了 所以这么说来像它这样 体力还不错 有时候延长也没关系 但是手法一定要 你看好像有比较变小 有 我们看起来都变小了 也比较松软 真的要花时间按推进去 配合涂浆 那你感觉胸部这里是不是蛮舒服 经过大家推 表皮是不是有热热的感觉 热热的 对 后来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它会不会转到零八 这个要检查 好我们检查还是一样 因为这里从胸部对过来 从这里找是最直接的 好 那我们可以你看 这里胸部对过来 好我们就直接顶进去 这里软软的 我看不出有什么硬结状况 这里也还好 也没有特别明显 这里深层有一点点 对不对 你有感觉 这里就有一点点 好 再过来这一块 真的软了 就没有 好 那理论上你看 这个都松的 那这样就差不多检查完毕了 很简单 所以 其实很容易 就是检查 你只要用拇指 因为这里是松软 你只要懂得 沿着这个胸部 然后一直找过来 那找到 有硬结肿块 那有硬结肿块一般会痛 所以它这里有一点点痛 是吗 一点点而已 还不是很严重 对不对 那这个不严重 那要不要解决 要 还是要 因为它有硬结肿块 我怕这里以后又变成大了 它也是都是由小而大 所以这里要解决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也没有很难 然后找出来之后 可以稍微涂姜的泥 就开始 揉它吧 揉它 那把痛点多揉几下 那这里因为很小 所以不用花太长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揉松 最好 两手互用 你看这样也可以按 有没有 我现在用另外一手 手酸就换 你应该是这一点在痛 对不对 对 对 这样应该也可以按得到 这样会了吧 我就是一手 换个角度 给妈妈感觉一下 你其实轻轻触碰 可以感觉到有 一个部位比较硬一点 你要这样伸进去一点点 伸进去一点点 才感觉到那个痛 对吧 这边都是 就是从这边开始揉 这边都是会软的 然后就可以离开了 对 都软软 直到有硬的地方 我们再来 然后你手不要这样 这样好像提高高 这样就没力 整个 整个下去 软软的就可以 就是说从这边插到这边 整个这样放下 手放松 对 然后这样下去 就可以感觉 看吗 好 放松 然后这样 让身体这样推进去 好 有吧 有 跟这边有差别 你自己 现在就是 我亲爱的Evita 早上你来 对 然后这边呢 看你们要不要练习 找一下 这样轻轻地抢下去 然后也要 他们早上都练习 练习过 只有你们两个 现在酸酸而已 酸酸而已 酸酸而已 在里面去 定处的 不要搭带里 只要挺 这样没 有 这样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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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这样推进去 对 对 再有一点点痛 有点点痛 对 所以就是这边 刚才我们没有顶进去 在这边它不痛 我们这样沉进去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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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的 微微的 在上面 套下去 对 这样呢 对 好像还好 还好 这样呢 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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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然后演 像呢 再按 那个 这里呢 贴稳 揉 所以就是这边 所以是要揉这边 舰粉 水 浆粉 光粒让热人进去 就是腿 这样子 有吗 这个手还好 就是说这个手放松 然后整个其实你的东西在这里 你贴进去之后 稳了之后这样摇 坐下来你的感觉呢 这里有什么变化 或是整体过程中舒不舒服 或是还是有什么很痛 就是如果你从这边的话 可能一开始它会很痛 可能比较多按了之后 那之后它的那个动作也会减轻 对 然后因为现在脆针 修复的是热的 热的舒不舒服 舒服 它就是让热渗透进去 为什么要这样按 把热源按进去之后 它渗透进去 它就可以促进周围循环变好 然后循环变好 它自己就可以修复 那化疗刚好跟我们相反 它是破坏它 它好坏多杀 杀到患者也没体力 然后有时候这里都会纤维化 有些是这样 但是西医很多人说它很快 所以很多人也写着 那我们在此我就不说 哪一个好或哪一个坏 如果要进一步 原始点在网站都有公开一些讲座 那你们再参考就好 整体的做法就是这样 我建议多一点 那两手都要用 不求快 顶进去 分两个阶段 因为这样我可以推 记得手指头不能抬起来 这样 爬车会比较好推啊 当然爬车会比较好推 现在就是它如果不能爬 要不然就侧躺 所以你们别看哦 这样还可以更深层 那一般乳癌它集中在上背部 是比较重要 所以先把这里放开 除均匀 有看到吗 嗯 我是用身体哦 嗯 直接顶进去下来 顶过去 我手指头有没有抬起来 没有 记得 这很重要 这样会了吧 跟我们教的是不是差不多 只是躺着比较好做 这个要飞一点劲 好 那差不多快感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不会像你们想象说很累 你要分啊 那如果做我建议是这里推上来 然后到下面的时候你不能这样推了 那就顺势下来 有没有用这个顺势下来 那这样就等于分成上下两节 那这样推吧 那上去的时候 推过去 嗯 就这样 好 快一点 然后等于分成下来 分上下两节 对 对 然后大 角度大一点 对 往外拨大力 诶 顺势拨出来 不要拨得很小心 对 这样子 好 这里应该是要顶上去 用身体顶上去你才会省力 对对对 这样有没有 这样顶上去才会省力 然后 诶 往外幅 上去往外幅 上 上背部是这样 好 蹲低 然后整个身体靠过去 整个身体靠过去 好 靠过去把那个力道加进去 诶 对对对 然后下面是这样 它其实是这样 这样 懂了 下来 然后整个出去 是 然后再上去 再上来 有感受啊 然后出去了就不管 你看 不一定这样 那你们常常是这样 然后就这样收 这样没有力 下来再转出去 对了 哎 很好 你掌心不要提起来 没有很力 没有很力 你没有用掌心的力 对 身体的力 没有很力 身体的力 身体的力靠进去 是 没错 哎 没错 哎 这样很舒服啊 是 没错 就是这样 怎样 Ambum stir 我们这只手 disse手 船心ように 下班一起 你拿太高了 是 没错 看面对 对 你下来的时候,顶住,这里还要顶住,顶住,顶住,然后再往外,顶住,你这里不能松掉,然后这里就,手指头就翘起来,这里往外拨,这里,这里,这里,你怎么这么硬,这样懂了吗? 一,二,对,然后这样才能贴紧,有没有,手指头不用张得那么大,这样就可以了,一般的就可以了,这样不错,好,再下, 这样可以进去,对,站起来就没力了,这样就比较有力,这样对不对,这里翻转的时候,这要下半截,然后这里要蹲低一点,对对对,然后开始下来,这样才会有力,对对对,这样有了,这样就有了, 我们预告一下,就是这次2024年张医师东南亚首法研习会的会前学习营,是在2024年7月19到21号举行, 那我们现在请这次的主办方,那我们现在请这次的主办方,东南亚张昭汉原始点基金会负责人张财源学长,报告学习营的报名情况,好,财源学长,请您开始。 我们先讲讲这个东南亚,手法交流会在7月,7月19,在马来西亚发生主办,我觉得东南亚有很多人,这些推广点非常多,可是报名的人不多了, 他们,我觉得他们觉得他们的手法,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可能他们会感觉是,哎,手法这么多年都这么做,那么还有要学习的吗,在这里呢,我想呼吁一下,因为我们跟张医师基金会,这么多年,从疫情到现在,大概都有四五年, 那么其实改变是非常大,我过去的一年,去过马来西亚,然后前两个礼拜去,一年巴掌,巴掌岛,有些职工,他说他推广,按推了有差不多八年,然后我就测试了一下他的手法, 大部分跟我们去之前去马来西亚的,都差不多一样,手法非常的重,按起来呢, 几乎都是我们以前老旧的手法,按到患者会很痛,可是患者其实不知道对跟错的,他觉得说痛就是对的, 当然痛他也会好,也会解症,可是有这个必要去受这个痛苦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原始点,这几年来都一直在, 在把他提倡,说我们要以最轻松的方法,让患者在最轻松的情况下,解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我们原始点在推广,一个比较高境界的一个,这个按推方法, 然后不用让患者承受那些痛苦来解症,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再来复习一下, 所以我呼吁更多东南亚的那些志工,不管你是哪一个推广点, 然后或者是你在为民服务的,你在认真的帮人家解症的, 我都欢迎你来报名,来交流一下,我们先把我们这几年,这五六年, 从基金会学到的,先给你交流一下,然后到年尾呢,或者是明年初, 我们再请张医师过来,给大家见证一下,这个再审核一下, 如果你没有被我们这一次的交流会提升过的, 然后你就,成那个以前很久以前的手法, 然后要来给张医师去审核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浪费张医师很多时间, 所以我会觉得说,先让大家来学习一下,复习一下这个新的手法, 然后到时候张医师有来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然后距离不会差得太远,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 而且是应该这么做的,所以我希望张医师也在这里给大家呼吁一下, 有兴趣来学习新的手法,然后将来要跟张医师见面的, 大家报名来参加,我会非常乐意的接受他们来一起交流学习, 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张医师。 好,谢谢财林,确实是有必要,因为如果以前的旧手法, 他用蛮力不一定能够按照生成,然后患者会增加疼痛, 所以手法的改良,其实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痛, 而且也对解症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们如果能够事先来跟财员你们这些志工交流, 我想应该是最好,那我乐意,如果说因言俱足我也会过去, 这样,好,谢谢,谢谢财员,谢谢张医师, 老师他这个叫做这个会前学习营, 也就是他们先来交流以后, 然后老师这个年底有机会过去的时候, 这些有来参加培训的人, 就可以优先录取参加张医师的培训, 是不是这样子财员? 是的,是这样子的, 要不然那个没有来学习过, 你就要张医师来跟你交流的话, 这样会有一个距离了相差太远, 我觉得就不太是, 完全同意, 我们今天的直播播到这里, 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直播, 是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在新加坡还有香港,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